大家好,我是YYY,来自广州SPEED舞团 在我跳舞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 我现在在广州SPEED担任wacking导师和舞蹈议员 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教学的一些经验 希望大家喜欢 分享你的舞蹈传承之道 欢迎来到Dance Talk舞聊 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YY Wacking就是可以mix很多不一样的舞种 就是例如你可以mix 就是你看他上身在就是看到很多手部的动作 但是他下身还有他身体其实可以mix很多不一样的style 就例如你可以mix popping啊 然后日本的比较多的是soul啊 然后比较原始的是爵士的style 然后有些欧洲的一些舞者也会把芭蕾或者是就是sasa 还有拉丁一些步就步子然后融入到wacking里面 所以令到wacking有更多不一样的就是看上去 好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跳是很不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一些舞蹈去mix 也可以就是只用手去就是去表达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固定什么style 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由的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太太去用一些就字语 或者是语句去框死了那个wacking的一些style的东西 对其实wacking对我们来说好像好心的感觉 但是其实他在七十年代就用了 然后七十年代最火最火热的歌就是disco 然后disco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听音乐 所以大家都就就在播那个音乐去听去跳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找一些disco去听 然后其实有些人说是不是可以用house来跳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是还没有house的 如果我觉得你要把一个舞种跳好的话 我觉得先是就是寻根吧 因为他本来就是用disco来跳的 但是你说如果去就是可不可以用其他歌跳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大家创造的问题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在你创造之前是必须要了解根源 然后把你的基础锻炼到一定程度去采取创新 要不就会像就好奇怪就那么感觉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先先把根学习好 然后再去创造 对 因为其实把那个基本功练好 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说练到真的最好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在每天在练基本基本技術最重要 那个其实这样的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walking很多都是这样子做 那其实在很久以前的老老老老师跟我说 他们没有这个动作 他们没有说这个什么是基础 他们wag的感觉就好像用手去说话 就有点像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兴看见大家 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用手说话的 吃饭了没有 这样子就像我今天很开心 或者我真的很生气 就是这种就是好像用手去说话 然后就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去做 但是今天来说对于现在的学生就很好 我觉得因为开始有人归类了 有人把这个东西给规范化 然后很多时候我会教 首先会教学生做这个 因为这个感觉就好像在刮巴掌的那种感觉 然后因为你在做自先转的时候 其实在画圆圈 因为walking就好像在画很多个圆圈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你要先念手掌 然后慢慢到到那个手臂 然后到到整个手臂的旋转 因为walking就好像是手臂旋转的一个舞蹈 会比较重点吧 然后加上你的身体 然后你的脚步 再还有情绪啊 pose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完成了整个舞蹈 所以我觉得手臂 去看 这种东西 那种东西 这个东西